孔雀那天地间第一只孔雀 身上有缘缝血脉 他第一次现实是在巫妖大战时 剧门内记载 神妖孔雀自南而来 张口吞人石腰 以此玩乐 口御杀灭太重 惹来天罚城主 又会大法师现身击败 耸归于南 这是不知孔雀后来为何会参与到风神大截中 但他的五色神光之下 杨姐哪吒皆飞起泥 冉灯露鸦竞树败腿 最后还逼出了圣人法相 这实力 完全就是三角大师兄级别的 三角大师兄 有办法了 玄都小法师 刚刚传音给我的不是长寿师兄吗 高人在场 近日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若我推测不错 这位高人 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 平道玄都小法师 这几人都出自我人教道成 还请道友手下留情 小法师 你与玄都大法师是什么关系 同门 有何凭证 有何凭证 他进来还好吗 你所猜不错 本座便是孔圈 前些时日 本座这纸儿血脉暴走 神志失手 本座闭关醒来 一路寻到此处 他应该吃了一些人族 说个数量 本座去救了人 再来与你交谈 杀人 救人 本就是两码事 昔日本座一层吞食十万人族 又如何 其后妖族未练陆无剑 欲灭绝人族 本座出手护住百万人族 偿还的因果 业障功德即可抵消 杀人救人 为何不可护抵 所杀所救 可是一人 天树昭昭 增减护抵 所被吞食者 尹雅 少说两句